但是当地球迷是非常热情啊 解说其上 为大家解说本场比赛的 还是大家的老朋友 苏东和王涛 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 将在这里进行 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 和西班牙女足 这两支球队 小组节目战都拿到了开门红 今天就要来比一比 到底谁更红了 可以打门了 这就是经验 成功地枪断对手的传球 炉火纯钦的脚下技术 进区内有队友在接应 一脚横传打过去 门将这次判断很准啊 直接把球拿到 珍妮阿尔摩索 到前场了 有没有机会呢 这不能不进吧 早早的就取得了领先 这是给比赛开了个好头啊 他们进入比赛的状态太快了 进球也相当精彩啊 不停地传 不停地跑 机会就在他们这样的 船跑当中出现了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比赛现在变成了1比0 黄霜 他是想要自己来吗 我们刚才啊 也分析了 说这次进攻啊 本来是很有希望的 但你看还没分析完 对方就抢到了球权 掌声的球权 邵已经响了 看看裁判怎么判吧 比赛才刚开始不久啊 他就拿到了黄牌 接下来大家就要注意判罚的尺度咯 对于他个人来说 基本就是带着一张黄牌 开始比赛了 李孟文 精彩的传球 扳平的机会啊 没有问题 稳稳地将军打击 把比分扳平了 什么叫手术刀本 精准的传球脚法 看看这条球就知道了 实在是太到位了 剩下的就是一加一了 面对门将的二打一的机会 将球送进球门 比分被扳平成了 1比 这次拦截非常关键 他及时阻止了对手的攻势 财派还没有名胜 对 这球是给了有力 攻到了前场 就高了一点啊 财派还是找到了他 补上一张黄牌 爱塔纳 邦马迪 亚里克西亚 普特拉斯 珍妮 阿尔摩索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得是目不转睛啊 转中球被对方后卫堵截了 角度太歪了 篇出力数很多 张欣 唐佳丽 王珊珊 打破平局的机会 这种球还是考验不了门将的 传球的准头啊 差了一点啊 队友没拿到 接外球 他对对方球员在周围的分布 是了然于心啊 这才能够准确预判到 这个传球的路线 该取得领先了吧 这次扑球很精彩 也很重要 战术球啊 门将做出了一个 非常精彩的《非诚扑球》 给到禁区里 角球弱点应该很好 有没有机会呢 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啊 你看看他 赢球就是一脚零空抽射 这一套动作真是行云流水啊 但是门框真的是 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没错 这机会能把握住吗 防守队员及时出脚 把球解围出去 这样这次危机就被化解了 他拿球的压力有点大呀 但是背后还有队友保护 他们的防线很有层次啊 杰尼尔摩索 一脚射门 手面碰到了球 危机还没解除 这个横传被对方得到 但没能及时转移出来 他们就地开始反抢 一高人胆大呀 在禁区里完成了抢断 他们本来有机会打破场上的僵局 但对方门将以一己之力 维系住了局势的平衡 如果想要赢下比赛 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打败对方的门将啊 门将来了个四辆拨尖筋 将这次势大力尘的射门 轻轻拖出了横梁 角球开向了禁区 门将扑出了球 进攻方啊 只能是从头再来了 接下来的比赛 他们在禁区内必须有所突破 毕竟这样的平局继续耗下去 是相当打击本队士气的 他对自己很有自信啊 禁区里也敢那么抢啊 咱们并没有吹停比赛 而是盼了进攻有力 传球失误 球权交给了对手 王珊珊 球来到了张瑞脚下 门前有机会 进球很漂亮 再看一次这个进球 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 这就是他进球的秘诀 一分被改写成了2比1 玛利亚皮拉尔来啊 他们熟练的倒角真是精彩啊 找到了方式队员身后的攻打 好球 对手的林杰又是没有持续太久 他们迅速扳平了比分 这个进球很大一部分要孤共于这脚 极具穿透力的传球 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 他们这次在进门铸的位置 找到了胜门的机会 门将没能把球挡住 打进这球 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比赛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分钟的上停不迟 直接滑铸拿回球权 有机会领先 对门站挡了一下 还有机会吗 他们能不能利用这个角球来改写比分呢 皮球滑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看看他会做何选择 当时主台哨响 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经过短暂的中场休息 双方已经继续在奥林匹克球场 展开下半场的争夺 直接掉向了防线的背后 边台举其示意啊 这个球已经越位了 看到队友了 球也给出去了 队友也跑出位置了 可惜啊 就是传完了 越位了 珍妮尔摩索 现在是一支是个阅位球 李孟文 唐佳丽 在后场把球给断了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其实走边路选择不错 领先的机会 漂亮的防守 警报解除了 角球开向了进区 他的经验啊 非常的丰富 阅读比赛能力也很强 就被对方拦截了 这波进攻啊 到此为止了 艾莫索拿球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很有想法 真是非常危险啊 幸好他拦到了球 非常漂亮的花式动作 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有机会取得领先 门将相当稳健 球传到了进区里 还行 被门将扑了一下 这次的进攻啊 效果不好 他们这个球的处理毫无问题 临门一脚 质量也很高 但无奈 门将刚才这次扑就 确实太极限了 他们也只能无攻而返 有个这样的门将在后面啊 真是让人放心啊 詹尼尔摸索 没拿住 球尽了 他们再次取得了比分的领先 这个球充分地说明了一件事情啊 有一个好的传球手 进攻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巴特列 球权转换 一次成功地打身后 接下来就看王双的了 好球 对手的领先用势没有持续太久 他们迅速扳平了比分 这一脚直塞球 值得我们通过回方一看再看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 将球打尽 两队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进攻大战 玛利亚皮拉尔莱昂 詹尼尔摩索 他们攻到了前场 现在是不急不躁 慢慢组织 但是对手没有犯错 该取得领先了吧 这次攻门距离很近 但是效果不太理想 顺目员毫无压力地将球轻松没收掉 本来这是一个破门的好机会 这种距离上 我甚至觉得打偏比打正还难 但他们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 对啊 球权要到了对手脚下 玛利亚皮拉尔莱昂 詹尼尔摩索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 张瑞 队友上来帮忙了 这个球还是很危险 解围不到位啊 真功带球突破防守队员太棒了 好球 漂亮 什么叫手术刀板精准的传球脚法 看看这条球就知道了 实在是太到位了 最后的这条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又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跳船打了一个过顶 这球能逞吗 你敢信吗 这种球资都没打进啊 这么近的距离啊 他完全没必要发那么大力啊 就是啊 巴特里西亚 吉哈罗 珍妮 阿尔摩索 能不能在最后关头扳平比分 这球能进吗 唐佳丽 推进到这个区域呢 防守队员的压力很大咯 门奖高高乐器把球击出了门框 有球员要上场了 角球落点再进去中间 天哪 扳平了 比赛马上就要结束 这个进球来自于他们的这次角球机会 最后的手门也不赖啊 一击投球 攻破了对方门将的失指关 又回到平局了 双方实力真是不相上下 带球突破了对手 比赛还没有结束 他们也还没有放弃 这个进球来的一点都不晚 他们终于取得了领线 从这段时间两队的状态来看的话 这球很可能是个制胜球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帕特里西亚提哈罗 他们还没有认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直接打门了 没想到温将这次扑就啊 扑得这么轻松 张睿 张欣 球权再度回归他们脚下 身边有队友前来支援了 看看怎么选择呢 咱们示意比赛将有两分钟的伤挺补食 唐嘉丽 这视角好球啊 他能终结比赛吗 没有问题 这个球一进他们这场 胜利就更加稳了 全场比赛结束